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 世界各地所有家庭统计起来 每一天浪费的食物超过了10亿餐 但在此同时 世界上又还有大约8亿人处在挨饿状态 马来西亚和气学习中心的学生们 这次是走向了大自然 学习用厨余做堆肥 也体悟到珍惜食物的重要 艳阳高照 好天气 此季和气学习中心的学生 从施兰阳来到万劳一所国际学校的菜园 进行户外活动 手把手教学如何用厨余做堆肥 学生们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是 我没有想到汤 因为它已经干净了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变成栽培 我们希望学生不只是 教授 所有的植物都可以 我都可以放在这些 我不喜欢 我都不喜欢 他们知道栋梁疲惧 他们可以开始感受这些 学生们走进自然 亲身感受劳作的艰辛 将成为他们理解和尊重劳动 最好的课堂 大爱新闻 刘静心 林严均 马来西亚报导